你最近有没有注意到美国关税的新闻啊 我看最近用到很大 尤其是川普政府最近的动作 大家在讨论美国关税到底怎么回事 最近真的很常听到关税这个词 你可以简单讲一下 现在美国关税发生什么事吗 好啊简单来说 川普最近又大动作宣布 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一成的基础关税 然后针对中国的商品甚至加到超过140成 你敢相信吗 刚才这段Podcast居然是由AI所生成的 马上教你怎么做 首先打开mesabox.ai的网站 输入你想聊天的主题 这里我们就以这本 《机器学习从理论到实作攻略》这本书为范例 我们直接把书名当作关键字输入到这边的提示窗 接着等个几分钟 AI就一次都帮你生成一段Podcast 在下方可以看到Podcast的内容 如果你对内容不满意 想要修正也没关系 下面有一个编辑文稿 直接点入 就可以编辑Podcast的内容 编辑完成之后 直接按下产生新的Podcast语音与连结 就可以重新生成一段新的Podcast 接着我们来听听看生成出来的结果吧 你最近有听过那本《机器学习从理论到实作攻略》吗 我看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这本书 我也有看到有人推荐 这本到底在讲什么呀 跟其他机器学习的书有什么不一样 这本最大的特色就是它很强调实作 这不是只讲理论而已 它会鼓励你真的动手做 你知道吗 有些书只会讲一堆数学公式 结果你看完还是不知道怎么用 但这本会带你一步一步做 连错误怎么处理都会教你 好简 这样很实用耶 那它会不会很难啊 会不会要很强的数学底子 才看得懂 其实不用太担心啦 它有设计一个系统化的学习路径 会用很多示意图 还有简单的范例 先带你进入机器学习的世界 然后再慢慢讲到监督室 跟非监督室学习 只要你有一点点微积分 跟机率统计的基础就可以了 那现在机器学习 有什么新的发展吗 最近有什么新闻吗 最近其实最大新闻 就是AI应用越来越多嘛 简机器学习算是 AI里面很核心的一块 你看像医疗 金融 行销 甚至农业 其实都在用机器学习 做预测或分析 哇 那这本书 有没有讲到 怎么把模型 真的用在现实生活里 有啊 它会从资料收集前处理 特征工程模型训练到最后 怎么部署上线 其实都会讲到 而且还会提醒你一些 现场会遇到的问题 像是资料有缺值 一场值要怎么处理 还有怎么挑模型 怎么调参数这些细节 听起来真的很贴近 业绩需求院 那你觉得这本书 适合什么愿看 我觉得如果你是 刚入门的学生 或是想转职 做资料分析 AI工程师的人 这本很适合你 甚至你已经有一点基础 但觉得理论 跟实作好像脱节了 这本也可以帮你 把两边串起来 那你觉得学完这本书以后 未来有什么展望吗 其实现在AI发展超快嘛 机器学习的需求 只会越来越大 学会这些技能 不管是找工作 还是做研究 都很有帮助啦 好了 简听你这样讲 我也想去买一本来看了 推荐你啦 真的很值得一读简看完 会有一种 原来机器学习 真的可以这么接地气的感觉 而且我听说 有个YouTuber 工程师的诗 也即将开 来拍关于这本书的内容 到时候有影片可以搭配学 理解会更轻松 哇 那太棒了 有书又有影片 学习起来超方便 对啊 还有里面讲 神经网路那一小节 我翻了一下 真的讲得很详细 计算过程都有一部 一部 一部列出来 还有实际的程式 哪里有 我也是做 它最后的物件辨识 真的蛮好玩的 听你讲完 我真的马上想冲去 买一本回来研究了 好的 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全新概念的MixerBox AI GenPod 只要输入主题 AI就会自动生成Podcast 快来mixerbox.ai-genPod